前方绿灯公车行驶专用道通过路口执行准备进站 失控擦撞分隔岛整辆车往快车道偏移 车头保险桿掉了下来 车祸发生在24号晚间7点多 台中客运准备进入荣总东海大学站 郭信司机不小心擦撞快慢车道的分隔岛 当时车上有20名乘客搭车的57岁灵系女子摔倒受伤 分隔岛留下明显的受损痕迹 公车的前挡玻璃也碎裂成蜘蛛网撞 荣总东海大学站是BRT公车的大站 当时有许多民众跟学生下班放学 在站堤里面等待公车 准备搭车回家 还好公车撞分隔岛的时候没有被波及 客运公司强调这起事故单纯只是 司机没有抓好距离造成乘客摔倒受伤表示歉意 客运公司要进一步了解司机有没有分心还是太疲累 在下班尖峰时间开车撞分隔岛造成一名女乘客跌倒受伤 以及20名乘客受到惊吓 华氏新闻林建坊张志军台中报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